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支持Digital Gaming Generation 其實是哪一個呢? 即是有很多我身邊的都是Millenials 是呀是呀是呀 其實支持eGaming 那些就是Z世代 Z世代 即是1996年到2016年出生的朋友 他們有甚麼特點?除了年輕之外 哦 他們基本上就是說 Z世代來說 他們好像有一半的人 都是有玩eGaming 即是在某種程度 有些可能玩得多玩得少 但他們在eGaming裡面 他們是主力來的 我看你譬如有些資料都說 譬如你說這個Z世代 大概就是約佔全球人口三十多個月 其實很厲害的 其實我未做這個都不知道 我最初是以為千禧世代 是人多世上一些 我也是 還有他們花得起錢 原來再年輕一些那些 沒錯 其實大概他們的 即是你人口紅利 我會想他們其實錢不多 但是他們有些特質 例如是有些經濟研究 他們是最衝動消費的那班 以及最喜歡做網上消費的那班 所以能夠相關到遊戲業界 這是一些因素 另外一個因素 就是他們其實 隨著他們出來的社會做事 他們賺的錢越多 去到2030年 其實他們賺的錢總體來說 是會多於那些年輕人 這麼誇張 很快到的 很快到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力量 所以他們其實 他們花錢的模式 即是他們已經一半人是打機了 如果再給多錢去打機 其實會對整個E-Gaming這個概念 是有很好的支持 是不是有這樣的呢 是啥這些 是哪一個 是啥這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